来 拉下去 占二十 我又挨完呐 我又挨完 我又挨完呐 郝大人 知道侍郎大人为什么挨打吗 听说是刑部公务除了什么娄子 错了 那天带头领着大臣们跪剑 不许皇上取莫愁的就是他 皇上 是劫机发作 他看来皇上是把气撒到他头了 不许皇上取莫愁 皇上当然得找个出气 这就是忠臣的下场了 等着吧 皇上气还没消呢 咱们一个个都跑掉 姬大人 您得救救我呀 救你呀 我还不知道谁救 谁还有本要奏啊 承上来 别拖拖拉拉的 启奏万岁 臣纪晓兰有本 您又有什么事啊 臣要状告何申何大人 何大人 您最好自个儿当着皇上面 把自个儿的事说出来吧 免得我给您抖了出来 您难堪 好好好 我倒要听听 您能说出我什么不是 说说说 启奏皇上 今日上朝 臣与何大人走了个对脸 何大人不但不与臣打招呼 还白了我一眼 臣启奏皇上 致何大人一个傲慢无礼之罪 记下来了 你是吃饱了撑的 万岁明见 他这纯粹是无礼取闹啊 记下来 你先镇的国事太少啊 就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来烦镇 不 皇上 臣爷又不是鸡毛蒜皮的重要事要起奏 可是一想 皇上您今天心情不好 万一奏上去 像刑部侍郎一样鲜挨二十大板 那就不合适了 朕是那种无道的昏君吗 国家大事 出众出经朕分得出来 有话快讲 谢皇上 那臣就斗胆上奏 臣要告一个人 又怕皇上不准 你又要告和珅 别又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啊 非也 臣要告的是 哎呀皇上臣还是不敢说呀 朝堂之上朕恕你无罪 说吧 说 说 说呀 臣要告的是当今皇上 大大大记下来 悟不君我 十恶不赦 当诸九族 快 当诸九族 当诸九族 皇上 您看我还没开口呢 这一顶顶大帽子就压过来了 这是要把人给压死 吾皇英明神武 善追秦皇汉武 下笔唐宗宋祖 文质武略 十全功绩 八方百岛 四海成臣 你居然敢告当今万岁 是可忍 输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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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记下来 你竟是疯了你 万岁 公彼三皇 得秉武帝 人性光辉 千秋一人 对 千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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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千秋一人 真来千秋一人 记下来 你笑什么 有话好好说 自古以来君无戏言 皇室一言赛过九鼎 自从盘谷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说话不算数 食言而肥者 吾皇乃千秋第一人也 记下来 你说 庆忠 朕怎么食言而肥了 是啊 吾皇一波云天 一诺千金 言比信 行比国 何来食言 何大人 你怎么忘了 皇上就在这大殿之上 当着众位大臣的面 曾经夸过金口 说一定要迎娶莫愁 怎么着 各位大臣们 全都忘了吗 话犹在耳 皇上已然反悔 君言已成了谎言了 那是满朝文武彻夜归剑 万岁顺应天意 复查民心 忍痛割舍了耳里思情 此乃明君也 明君也 明君也 你明君也 明君也 万岁勾引民女 此为明君一言 至此女方有孕 却百般隐瞒 此为明君二言 不敢迎娶女方 此为明君三言 季晓岚 儿女思情 皇上自有分寸 不用你来多嘴 臣斗胆感万万岁 使乱中气 父亲男儿这样的人 臣告得告不得 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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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让他告 朕身为一国之君万民表率 如果带头使乱中去 怎么取信于民啊 皇上 不能上季晓岚的担啊 季晓岚 你既然告了朕 你说你要判朕什么刑啊 当判 何大人你说当判何行吗 无皇无罪 对无皇无罪 无皇无罪 他们会有罪的 朕何尝不想迎娶莫仇啊 可是满朝文武一片着反对声 朕能够奈何呢 啊满朝文武啊 哎 王爷啊 听说那天贵贱 王爷您可是领仇之人哪 大清皇家的规矩 本王是此捍卫 好王爷 您可真是先皇的好子孙哪 哈哈哈哈 哎王爷 春兰好吧 春兰 秋菊好吗 都好 都好 哈哈哈哈 王爷心当二切 一个叫春兰一个叫秋菊 皆是汉女 哎王爷 你怎么就不怕有违大清皇室之规矩呢 本王乃是王爷 先皇的规矩 只限定皇上不能娶汉女 那我就不知道了 到底是皇上大呀 还是王爷大呀 当然是皇上大了 哦皇上大 哎那王爷能干的事 皇上为什么就不能干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季晓兰 哎呦 大清皇室之事 你也敢多口 哎贝勒爷 我终于盼着您说话了 请问贝勒爷有何指教 我们反对皇上取莫仇 并非因为她是汉女 而是因为她出身草莽 身份下贱 也能与真龙天子匹配 嗯 贝勒爷言之有理 哎 请贝勒爷 先替我向小胡进请安了 你 贝勒爷新纳取一位侧使 听说是八大胡同的红牌姑娘 哈哈哈哈 季晓兰 贝勒爷 您就不怕她出身下贱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各位大臣哪 满汉一家在你们这儿 可不是一句空话啊 你们是纳妾的纳妾 续贤的续贤 皇上是要以各位大臣为榜样 才决定与各位大臣同进退 我说的是吧皇上 是 皇上 不可听季晓兰谣言火重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季晓兰 众爱兴贵贱 只出于一片忠心 朕不会怪罪他们的 皇上圣命 众爱兴 季晓兰跟朕装疯卖傻是经常的事 她今天不是要救朕哪 她是要救你们 你们拦着朕迎娶莫愁 朕本来这一肚子的火啊 今儿全都得撒在你们身上 你们谁也躲不过这顿板子 可是让季晓兰这么胡搅蛮缠的一通啊 朕这火气全没了 你们也都躲过这顿板子了 皇上 那侍郎大人 他是替各位大人挨的二十大板 他是不是很无辜啊 传朕的旨意 赏金白两 以为忠臣 皇上圣命 皇上圣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